創意比賽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獲利方程是在7月13號 周選擇全是結算的這一天 大盤也連年出乎意料的 一個短線震盪 可是中漲還是收漲16點做收 非常重要的是說 價限指數已經收盤來到8865 等於是說佔上8840兩個交易日 等於今年高點8840 已經正式越過兩個交易日之外 其實僅僅差6點 連8871 去年價限指數馬熙會噴出的高點 也即將要過了 僅僅差6點 我覺得6點一點都不重要 投資朋友其實單單台積電 一檔股票的席值就52塊錢 你把台積電這52塊錢的席值加進去 價限指數早就已經創下 超過這個8871的新高了 如果真的我們要去爭辯的話 這個是0050 不受這個席值的影響因素 這個很明確就是已經8871 已經過了三個交易日直接去越過了啦 所以投資朋友你還滿手空單嗎 還是我已經跟大家提醒到 四個交易日之前7月6號 那個最後的買點 應該是三支一轉三支二 最後的一個上車 因為接下來就是三支三箱要噴出了 好投資朋友你是不是又錯過了7月6號 好不容易回測8470 所有多單轉倉項限的最後一個成本的項限 又錯過了我們所說的千點行情 直達車的直噴起漲點 好 如果你懂得開盤88的30D盤 是一個絕佳的變盤轉折買信 你懂得波浪理論的335破李川頭 是一個絕佳的右空的一個買點 你懂得起歐選擇權大幅度的白點逆加差 要懂得把握最後一次去收斂逆加差買信的機會 你懂得8天變盤轉折低 去交在這個轉折低點是一個絕對的買點 你懂得不是一個有效的量價而殺了一個 差一點點要去突破效率的壓力量 所以是片線的一個洗盤一個黑K 懂得去買 投資朋友到昨天為止 好 那雖然太子期貨開高震盪 從最高8837到8726真的高打白臉的震盪 如同我跟他預告 在7月13號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有一個視從轉折 可是我不認為是一個空投反轉 現貨昨天又拉尾盤啊 太子期貨中場也上漲17點做收了 昨天太子期貨收盤已經來到8793點 如果你可以在8470按照我們資金規劃把第一筆 第二筆買進 四天大賺129200元的機會 還是如同廖老師跟大家預告的每一波轉折 該空我絕對沒有Lost掉 類似像昨天我也提醒你 好 像我這麼尊重沸浦南希敘述的 我也認為這個盤勢格局 昨天那個位階真的要稍微小心一下 最不可能跌了股票 結果今天居然是由台積電中錯4塊錢 把家權值就差下來 好 可是台積電跌啦 台積電中場還是收跌2塊5啊 為什麼大盤跌不下去 因為這裡是一個超級大多頭的主身段 好 你是市區裡面大賺了129000 我還沒有加昨天的那個第三筆多單 短線的獲利了解的一個多單 還是又被嘎了12萬元 總之朋友 這個盤勢格局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去看空 不論是任何任何理由 你還要繼續去拗空嗎 還是錯過了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你聽我說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因為總之朋友如果今天第三天 再殺不破8840 所有的層層壓力都突破 那低檔區任何的震盪壓回層層 全部都是支撐 這盤市格局稍微一點點亮人潮 單單是靠著嘎空力道 他會用狂噴嘎空噴出 嘎到外太空的方式 把這個價錢指數創出一個波段的轉折高 好 所以你還空手的 投資朋友 我們已經跟大家預告了整整兩個月 從7999點開始預告 這裡是一個超大規模組身段 至少1000年以上規模 到7月13號為止總共除息162點 你把8840加上162點 價錢指數早就已經大漲1000點 好 好 所以非常重要 再一個交易日 就是今天只要今天再pop不下去 好 那投資朋友 我們跟大家預告的恢復原價 我們所有的折扣 都會做一個向上調升的動作囉 好 那大家聽聽我的一個解析 為什麼我說 我認為這一波多頭 可能遠遠超乎大家想像 這可能是歷史上面籌碼最穩定的一次8800點 這可能是距離萬點最近的一次8800的起場點 很可能如果這一輩子我們價錢指數還有機會去攻 我一直告訴大家長線我是看12682 大主身段的最後一個第五波 一定是要過12682的 我認為很有可能 至少有絕大機會是其中這一波 很可能是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好 那我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現在籌碼還在融資1300億 T50反1的融資創40 幾乎逼近40萬這樣的新高 你再把T50反1的融資扣掉 現在的籌碼比7200點還要穩定還要乾淨 所以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盤視格局所有空方都波形都是錯的 即便震盪單單是因為咬住所有空單 也很容易像GS13號就拉尾盤 但是看看是說如果這是從變盤轉折 有沒有機會是一個類股之族群的變盤 然後變出一個新的主軸把這盤視格局撐上去 好 所以昨天告訴大家 我們是市場裡面看的最多的 可是我選擇先把9萬2000元獲利了解 好 那主要理由 因為選擇權的8800、8900內支跟不上來 他還是在3萬2000口跟3萬2000口 是選擇權買權88跟89最大的一個壓力帶 所以代表主力食物群還在這裡賣權利益馬 收權利益馬 所以他內行可能是也許要提早去轉8月艙 不然就是因為台積電已經 法蘇會剩兩個叫一日沒有必要在這裡大買 好 你因為在昨天早上劉老師 我昨天是這樣跟大家講 你要小心台積電現在要震盪 因為分審指標已經來到一個相對高檔 也已經上調三個圈口難免震盪了 而且昨天是有量價背離啊 他只是一個奔走型的整理 這是可能是一個小A B波被掉高 你可能還是有一個C5波嘛 好 你看我的節目我告訴你說 我們是不是全市場看台積電最多 我一年前就看台積電上200 到昨天的早盤7月13號你看我節目之後 也許你會去買了一份報紙 好 告訴你說什麼 哇 額外多了三家外資 把台積電目標調高到200塊 好 原先是瑞銀200塊錢已經是兩個月之前 那昨天巴黎證調高到198 德意志調高到205 環球證調高到189 結果所有外資一口氣調高 結果昨天跌最重的台積電 居然可以一天重挫4塊錢 那盤4格局為什麼早盤會跌 好 台子期貨也因為這樣 投資朋友如果你昨天早上去追高 三十一百點下來你搞不好又不小心停損在這個轉折最低點 尾盤又拉上來 我是不是提醒你早盤不要追 下來也許有個分子指標低點 我們再來尋求買訊 好 可是投資朋友你看 這個盤4格局回測下來 拉下引線拉得非常重要 昨天最主要成盤的一個力道 是產了三年的NB一檔一檔個股全部噴出大漲 那當然是NB這個族群的走漲 我想NB主要是要提醒到大家 今天的看盤點還是台積電 好 今天的看盤點還是台積電 台積電有沒有可能反轉 如果台積電反轉不下去 又回來這166塊這麼漂亮工程的平台 假設連台積電都是一個絕佳 很可能連法術會之前可能都要提前買 好 那要是法術會有一個正向掌握 直接跳光探椅怎麼辦 那不管如何今天一定會出現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訊號 好 我說投資朋友 未來8840在第三個交易一日站穩 好 那整個等幅的向上對稱側幅 真的會嘎到外太空 你看這三天的成交量 來月均量的一個擴增向上的動作 補量真的補得非常漂亮工整 而且最重要如果連產了三年的NBPC 增一次也即將大漲 我們台灣過去這三年 靠的就是Apple跟台積電 它靠的是手持式行動裝置 在NB跟PC不好的時候 把教訓指數充在一個相當高檔 所以如果這一波的行情是 連產到衰退到不能再衰退 全部都被手持式行動裝置 搶去市場的NB跟PC 也已經回溫到有大部分的股票 即將進入主身段位階 連PC 這很可能在我們過去 電子舞哥每一檔都是PC相當概念股 如果連PC也一檔一檔 要個股要進入一個主身段相當噴出 第一個 那台積電會差嗎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第二個 投資朋友 我可以這樣報告 如果要我看這個盤氏格局 會不會回來 我要告訴大家 應該已經回不去了 好 那今天就把握最後這個機會 尤其是當今天回來 好導播我們看一下左邊這個條線 我這邊總共列市的六條均線 分別是五日均在8740 10日在8717 20在8649 60在8480 120在8423 那麼只剩下一條年線是下彎 叫8384 所有的多頭早就已經多頭排列 只是還沒有只剩下年線 還沒有上揚 可是連年線 昨天扣到這根黑黑的低點 這個指標扣底值 從今天開始每一根K線 全部一年的時間 全部扣底887以下 好 從今天回來多頭火力 就全部六線齊開了 好在這邊 大家都希望有一波行情 你認為說這一輩子裡面 咬對一波行情好好的 台積電就是你低檔區有購買到 每一波的轉折加碼的 價差單的高點有賣到 然後低檔區有做出價差來 你就肯把它買回來 即便你價差的儲蓄計劃的位置 點高2塊錢3塊錢 未來還會創新高 那由於前面這幾次你已經賺了20塊錢 就是短短6天的時間賺了20塊錢 所以你的台積電是賺多賺少 以及未來會賺更多賺更少 這樣的一個問題而已 那麼你咬住了一檔股票 咬住了一檔多頭趨勢的股票 你這波行情不會賠錢 而且你會從頭把這個行情咬到最後 所以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空著 有投資朋友今天絕對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為從今天開始 六線全部轉上揚 稍微去注意一下 所有法輪先強補的資金進來 這個盤勢格局真的會嘎空噴出到外太空 那其實8871跟8840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這個只是還在咬空的 給大家一點點安慰啦 是有沒有可能會跌回去啦 那實際上面都已經過高了嘛 那更重要是如果你看空 投資朋友SMP500已經創到12682啦 好我從SMP500也跟你預告 道瓊絕對會再創歷史新高 昨天道瓊也再創新高啦 已經有兩個國際市場再創了歷史新高 也已經平了12682 好投資朋友不要妄自菲薄 假設你真的要抓住一波行情 而且是最安全穩健的這波行情 就是這一波了 我已經整整從第50反應 跟大家講了三四個禮拜 來昨天融資再創新高 已經來到395661張 法輪從頭到尾一路大賣啦 這個是歷史上籌碼最穩定的8800點 也絕對是歷史上你最靠近轉眼一瞬間 會去公關的行情 所以說我說單單靠的台積電就是10393了 那甚至於這是8月期還有205點億加差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把握一個機會 這盤四格局道瓊工業指數的20550點 這個盤四格局 站上8840的三個交易日 只是未來一波全線起漲行情的起漲點而已 好 從這邊講你是不是錯過了 短短四個交易日又大賺12萬元的一個獲利機會咧 好 你是不是又錯過了這一波行情 短短四個交易日再賺12萬元的一個機會咧 好 這是從7月6號開始 我們跟大家報告說 如果你已經錯過前面牽連行情的 好 最後一波直達車 台積電的右空洗盤 導撞方展片線 分時指標的335破離穿頭指標最低點 爆發性 一點資金都不需要保留 CDS的一個最後右空 好 你把握這個洗盤 全部壓到滿倉 直達車務必上車 那麼這兩筆資金加起來你已經賺了2000點了 是不是回車警線最後買點 好 看起來你又錯過了20萬啊 好 轉折一卻力 四天的時間重壓進漲 有資金的人務必跟上來 因為行情 暫穩8840交易日 才是全線的另外一波行情起始點 不過投資朋友 既然已經跟大家預告了兩個月 有很多投資朋友 我們沒有虧欠大家了 上個禮拜趕著跟著我們提前考來進場布局的 好今天兩三年的會費早就已經 短短四天就全部都已經賺回來了 好 只要今天收不破8840 我們的會 我們的服務費用權限調升到原來一個價格 把握今天最後一天好不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疼 請用起疼 無分珠 無分珠 不好 期貨股票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靈活布局 您創付的最佳夥伴 0278-3777 278-3777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 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勝均 亞洲投顧 互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顧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信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年紀 我這次中了很多發票 你怎麼知道你中了很多發票 因為我現在用電子發票對獎 中獎之後 他不再會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現在還增加了 無實體電子發票特別獎 但我多了很多中獎的機會 如果發票都還沒整理好 你就最好獎了 但是電子發票中獎了 怎麼就會社福團體啊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 只要消費時高資店家 社福團體的愛心碼 發票 就會自動均給他們的 請慢用 好的 我們現場 那 最後這一檔50% 你不要再錯過了 最後一檔50%的直達車 21個月的大底完成 那 希望你可以把這21個月大底 頸線即將突破 只剩下倒數計時 那更重要的是 它的價格非常親民 絕對有量有價 而且周線成價量剛突破 千萬不要再去做追高的動作 過了這頸線你再去追 都已經露死掉兩三根掌停板的價差 好 全新這檔50%的直達車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我們來看台積電 這麼工整的三根頭間底 你說這個盤要破下來 那我覺得很困難啦 除了蘋果即將要開始進行拉貨 A10的訂單 A11 那甚至於這個高通的訂單 全線的一個 我想 我想 外資所說的這個目標 加上我們一年之前就告訴大家 最少滿足的最低測距啦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達成 我們來看 除了手持式行動裝置 我們台穀有三層跟電子五格 跟PC跟MB 那如果連PCMB都要噴出主聲段了 小子朋友 這一波行情遠遠超乎你想像 這兩國票叫2382廣達 到昨天為止的連續兩根中桶拉開 今天跌不下去就是頸線了啦 那等於正式確認8840也過了 八個月到底已經完成 連MB連廣達都要開始噴出主聲段了 其實鴻海也是非常重要一檔MB的指標股 我們已經跟大家 鴻海也是在5000點的絕對低低期耶 好 到昨天為止鴻海也是漲啊 沒有震盪喔 偉唱已經噴出三個交易 是確定站穩的這個W底型的景點 也是八個月大底 八個月大底至少要噴出漲五個月吧 好 那代控控的部分或者是 這個是主機板 連微星都噴出了 欸 微星好像 3 已經快噴出漲快3倍了 昨天已經來到69.3元 前天是70塊 好 這一波主要是切入電競MB 所以我公開在520的時候 送給大家一檔紅包菇 請大家 這是520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打電話進來索取 創新型的蘋果概念果 公司比較操縱齊紅 這檔股票是3324的雙紅 月產能200萬組 2400萬而且 現在如果未來洩入散熱導管 它的爆發力道絕對比操縱跟齊紅強 而且既有大客戶品牌 微星淫入向上噴出的狀況之下 還有一個絕對低低期的創新股 這個是當初在520送給大家的雙紅 不是沒有 你沒有進來 這是公開送給大家的紅包菇 連續兩根補量的主身段噴出的量子草也出來了對不對 好 那如果連散熱模組 昨天這個操縱是掌停板的 這個都是MB非常重要的散熱模組的代工廠商 連雙紅 總之從這個位接到這樣也三成了 更何況這一個三尊頭肩體型 到昨天為止已經帶一個跳空方式 直接過90塊錢到50塊錢的0.618 到昨天為止也確認這個0.618越過完成 三尊頭肩體完成了吧 現在連雙紅也要噴出了 好 我公開送給大家紅包真的已經夠多了 沒有任何一則coaching 我跟大家布局的股票 我每一檔都公開跟大家分享 好 台積電也錯過啦 好 那浩鼎也錯過啦 基亞也錯過啦 好 雙紅也錯過啦 那剩下的這檔58就不要錯過了好不好 連中綱 我們前一次是在2月的時候跟大家預告 說19塊錢買 我們是賣在23.5的最高跟K線 那大概4、5天之前 在這個低檔區的多頭拇指之後 重新把它買回來 連中綱的行情也存儲於欲動 BDI 顯示是說BDI 如果再過715也無機便有機 因為連那個整個原物料的行情 也代表全球的景氣回升 然後這是7月5號的時候 在21塊錢基本持股 重新再把它買回來 馬上又噴出啦 這波行情以賞獲的心態來講 等到融資開始跟上大盤漲幅 這個盤才會開始震盪 而且也不會是整個多頭行情 那才是第三步的高點 中綱連中綱都害歷史絕對低基期的 5000點以上危機 12個月的大底才剛剛完成 我在2月的時候告訴大家 你像什麼樣性 中綱漲一倍 宏達電再破底 因為第五波 連傳產股都有行情 這個是多頭拇指跟大家預告的神龍 到昨天為止我們都還是加碼 中綱也就是再加碼 都是創造波幅性高 這裡是一個超級大多頭的起漲點 沒關係 低檔區你持股錯過的 我已經全新幫他挑出來幾檔股票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最後這個機會了 投資朋友 你是不是又錯過了三天賺9萬2 四天未實現12萬 四天20萬元的一個行情 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最後一天的自打車50% 最後一天的自打車50% 那 我認為 有行情你錯過 眼巴巴看著他的噴出 未來你絕對最痛心 你不曉得怎麼樣買 好 不曉得哪裡該賣 該避險 我沒有任何的事在你錯過 該下車 最重要的是 未來我絕對在你安排 你這個搭車下車 但是這個上車的自打車 你就不要再錯過了 來 最後一天的自打車50% 直接下車就要適合 遇到大家今天會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期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 靈活布局 您創付的最佳夥伴 0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提供您全方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真喜所多 真情照顧 接近電話 02578-3777 2578-3777 北都開拍內 超值優惠雙小炮 新時代光鮮標網 加數位有限電視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六百九 加一年 再送數位有限電視 三個月多人多機 同步無限上網 全家吃大寶 免裝機費 設定費保證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數位機商盒 0859-096-111 0859-096-111 現實優惠 先搶精靈 HyperNet YourNet 滅文十三絕 容器減量不積水 背景瓶罐 背輪胎 浴缸水缸 洗衣槽 保獵龍 鐵空盒 背馬桶 塑膠帆布 水竹箱 安全帽 背攤架 水塔 水盆桶子 容器減量 預防登革熱 尋 倒 清 刷 要做好 大家都健康 我這次中了很多發票 你怎麼知道你中了很多發票 因為我現在用電子發票對獎 中獎之後 他不再會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現在還增加了 無實體電子發票特別獎 讓我動了很多中獎機會 如果我發票都還沒整理好 你就對好獎